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氣報告 今天早上維港看出去比較多雲 我們在雷達圖像看到 原來在西南風下 都有零碎的宅雨發展 而在宅雨影響下 我們在大嶼山和新界 今天早上都有降雨的紀錄 不過當宅雨過後 好像在濕地公園看到 其實都開始看到陽光 所以今天都是陽光驟雨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止射天氣預測 預計會大致多雲 初時有幾陣的驟雨 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 市區預計最高氣溫上升至32度 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我們亦預計今天最高止外線指數 會是上升至11度 一個極高的水平 所以今天典型夏天的天氣 有些趙雨 但亦是陽光充沛 比較熱和曬 大家出門的時候 都要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我們一起看看周末期間天氣又如何 在雲同雨的預報 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其實廣東元朗對區 在周末期間的雲量不算多 所以預計周末期間很熱和陽光充沛的天氣 看遠一點 在南海中部有一度廣闊的低壓槽 會在下週開始影響著南海中部和北部 亦會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一起看看天氣的展望 預計周末期間陽光充沛 天氣很熱 最高的氣溫預計會上升至33度左右 到下週 南海中北部開始有廣闊的低壓槽 為南海中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看到下週開始陽光少一些 多一些雲 亦有機會多一些 今節的天氣先說到這裡 再見